阿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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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Digital Minister 然後在座所有的委員同事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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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今天我們有非常非常多的excitement in this room 可以有機會跟唐正偉這邊有這樣子的一個對話 那簡單的我說一下就是說其實微軟的這個轉型 裡面很重要的一個pillar is around diversity inclusion 就是we firmly believe 在我們這個文化的改變裡面其實 how do we become really embracing different voices 去理解 然後可以建立真的是像我們老闆講的這個empathy 這個同理性的這個部分 然後我們也 believe說其實D&I is really a source of innovation 創新跟新的一些想法的來源 所以我覺得as Microsoft I think you也知道我們做了很大的一些cultural change 那我覺得這一塊的話是我們正在的所有人都非常非常interested 的一個topic 那另外我們老闆也想要 remind我們 就說it's really a journey right 其實nobody can claim success 或者是 you know a continuous journey of 我們不斷地去多了解 去listen 然後去建立 empathy and not to be afraid to have conversation and discussion 所以大家非常的期待今天可以有機會跟您有這樣子的一個對話 那另外一個話就是 I want to say a quick hello for Satya 其實 not only在座的每一位同事都是你的big fan 我們的CEO Satya is actually a big fan of you as well 其實我們talked to Glenn Whale I want to share the amazing work you're doing 跟我們的CTO the office 所以我們非常非常的榮幸 有這樣子的一個機會 那我覺得今天 I know we want to very kind of freestyle 我覺得這也是你的style 然後也看到說其實你特別在 一直是在鼓勵一個政府跟人民的一個對話 那特別是我們看到說在COVID-19的時候 因為你有這樣子的一個想法跟做了這樣的事情 其實讓台灣今天我們可以在防疫這一塊做得這麼好 所以 we love to pick your brain to learn more about你的一些想法 然後怎麼樣去讓台灣可以持續的 moving forward after COVID-19 可以持續的去讓我們的這個open dialogue 然後跟政府跟民間的一個對話 可以繼續的thrive not only in Taiwan but globally 所以 I'll stop here 我覺得想要give the time to you again thank you 我們謝謝你 我們本來想說你今天應該想virtually跟我們對話 對 那真的很榮幸 很難得你特別來我們這邊 我們知道你剛才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會議 所以我先代表我們同事說謝謝你 謝謝 謝謝 好 非常高興能夠到這邊 那這個照例到一個新的地方 都先問一下這邊要怎麼連Wi-Fi 這個iPad現在又撒嬌說連線已經中斷了 正在上次冷線中 所以如果有人可以幫我這個解決Wi-Fi問題的話 很高興 OK OK 不過非常非常感謝這個Welcoming Words 我今天也是很高興能夠好像線上也有 就是在其他Jewisdiction的朋友們來參加這一次的活動 好嗎 那我想我的演講 大家可能都知道是沒有簡報也沒有特定主題的 是完全靠大家 也就是說是用大家的手機去掃描螢幕上面 如果連得上網路上的話 應該會出現的那個QR Code 然後呢就隨時問我問題就可以了 那如果已經等不起這個QR Code的話 也可以手動輸入這個網址 slido.com 到大家的瀏覽詞裡面 然後再 還好嗎 然後再輸入今天的Code 11010 警號不用輸入就可以了 那 這是一個寬平人圈的時代 所以我們用手機的5G網路分享也是可以解決這個問題的 是不是 那就麻煩你們這個用你的這個 好 對 用你的這個熱點 確實就是今天一大早才才接到說 就是我們在那個 因為剛剛講到防疫嘛 在北投的那個防疫所 就之前大概幾週前 有一位正在那邊就是Quarantine 的一個完全不認識的朋友 然後就寫信到我的What's like的一個形象 然後就說我在那邊就是 他們他說他試了很多個電信商 然後品質都很糟糕 然後一直掉風暴 這個What's like的那個post 花了多少次retry 才送的出去等等 感覺上就是一個非常厲害的工程師喔 那 對 然後那 但是就是 需要幫忙嗎 我也可以幫忙 對 然後 後來我就去問那個就是 HINET的朋友 那他們就說 原來是那個檢疫所 他有一側就是被擋住了 那擋住之後呢 他就沒有辦法收到訊號 那所以也非常感謝NCC 然後跟就是 台灣銀行就是出借那個訓練所的朋友 再也就是 那內格學之下 就是 record speed 就是在他幾乎就是 要 離開Quarantine的時候 就已經成功的 就是把一個新的基地還加起來 那所以他就可以就是 好好的又待在Quarantine裡面 因為我們整個Quarantine的概念就是說 你要就是 好好的就是 心情很好的 待個14天 第一個是說 這才不會就是 一個人在 心情不好的時候 他很容易去 spray一些 missinformation 或disinformation 那另外一個是說 如果這個他體驗不好的話 那我們也不會有那麼多人願意 在現在這個時候 回到台灣來 不管是拿我們的 gold card 或這種其他的方式 就是 跟我們進行這種 各種意義上面的 專業技術的交流等等 所以 可以說是在台灣 沒有任何地方 如果你收不到 就是 四局的訊號 沒有10 members per second 那就是我的錯 那所以 就是 可以直接寫信給我 然後 就是運氣好的話 可以幫你弄一座基地台上去 對 那當然如果是 謝謝 謝謝 當然如果是在 玉山 玉山北風的話呢 就比較久一點 玉山北風那一座 花了很久才 才見上去 不過後來我們 內政部曲部長 他講了一個很棒的話 他說 因為他們有那個 黑影直升機嘛 大家知道 就在用的 那一些直升機的特色呢 是說他們有些訓練的堂次 它是空的 本來就不會載人 所以他說 他就可以用來載幾地台的零件 所以就是 就算是在高山上面 其實幾地台 現在都是可以用黑影直升機載過去 那那講這樣子這樣一件事情 是因為如果不是有 就是 4G as a human line 如果不是我們所有的社區的鑰匙 在去年 九成多都已經換成了 Fiber Optic 換成了光線的連結的話 那其實大家就不太可能 就是在口罩實名制的時候 就是 就是 買得到口罩 因為它就不可能即時的更新嘛 如果不可能即時更新資料的話 我們 任何東西都是問題的 有人要拿USB disk去deploy之類的 那這個就是 我們在2003年SARS 1.0 release的時候 跟這次SARS 2.0的時候 最大的一個不同 那就是 當年我們只有澎湖 有健保IC卡 然後有這樣子的 就是recording的系統 那 但是現在 因為我們有VPN系統的關係 然後IC卡是非常非常普及 那 而且它Protect 不是只是Citizen 也包含Resident 任何來這邊工作的朋友 到一個 就是半年以後 也都沒有健保卡 所以才就是達到了 我們四分之三的人代表 叫親洗手 這樣子的一件事情 嘛 那 我剛剛講這些 只是為了讓大家有空 提問題而已 或者 就是在 所以現在已經 有20個問題了 那我們就 就全身開始 那 就是 還是記得要 為彼此的問題按讚 如果不按讚的話 我不知道 就有多少人想要我回答這個問題 這個按讚是主要的signal 也是 就是所謂的collective intelligence的一個來源 那 slido一個特色 就是說 你只能按讚 那不能按不讚 那所以 沒有面子問題 就是 大家都可以匿名的 盡情的提問來 大家都按滑小姐 沒有人知道 是你問的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就是最新的問題會跑在右下角 所以如果有追問啊 或者是有什麼 好比像說冷氣太冷了 冷氣不夠冷等等 這些就是 程序動議啊 都可以在底下來 這個 follow up 那當然在現場的朋友也很歡迎 隨時舉手 有麥克風發問 好 那就開始了 有11位朋友們問說 想了解 當我在評估一件事情的時候 是怎麼樣的標準 我會跟自己說 我已經努力了 我是真的無法完成這件事情 這個很有意思 就是 就在昨天 就有一個 也有一個外國記者問我 一樣的問題 類似的問題 是說 你們支持 crowdsourcing 這個很有名嗎 那就是大家覺得 開門早去你心裡來嗎 但是你們防疫的那個指揮中心 一條邊 這個也是很有名嗎 就是指揮官要下決斷 所以到底什麼時候是要 listen 什麼時候是要make decision 什麼時候是覺得說 那就到這個程度 這個 我們目前方案已經是最佳方案 也暫時想出更好的 我們就這樣決定吧 那些時候是覺得說 不行再等一等等等 那所以呢 我就跟那位記者說 這非常簡單 就是在當時疫情險峻的時候 每天的下午兩點 就是 decision 的時候 每天從下午三點開始到半夜 就是listen的時候 也就是以24小時來當作一個 迭代的週期 那當時如果是 有在台灣的朋友應該知道說 這不是 不是序言 就是每一次兩點到三點 開完記者會之後 我們1922的那個call center 就會有個spike 然後大家都會提出 各種各樣的批評指教 有些是我們能夠預料到的 那這樣call center的朋友 就回答大家 有些是我們預料不到的 好比像說戴粉紅色口罩 不太敢去上學的小男生等等 那這個我們就趕快 趕快去進行修正了 那隔天就指揮官跟所有他的 就是同事都戴上粉紅色的口罩 而且指揮官還加碼說 粉紅包是他的英雄啊 那所以這個小男生就 不是只是有防疫英雄的口罩顏色 還有防疫英雄的英雄的口罩顏色 那這樣的情況下 就是我們確保這個iteration 它快到說 大家覺得說 真的我們做得不夠好的地方 那免型免癌 這個免型免癌 是一起來完成這件事情 所以當然一方面就是說 像我們剛剛推動口罩市民制的時候 一開始也有一半的鑰匙 覺得我們浪費他們的時間 因為他們是用發號碼牌的這個方式 那大家當時如果有排過隊 應該知道說 有些鑰匙是 就是很相信我們的Fibrooptic 它是就是握健保卡 立刻就給你口罩 那這些朋友們就會覺得 口罩底圖幫他們省了時間 那有一些朋友們 一下子不是很相信說 Fibrooptic真的這麼快 所以他們就會是發號碼牌 發號碼牌說 下午7點在哪一拉 那但是對這些朋友來講 他們在中午慢慢過卡的時候 就會接到很多的電話 因為口罩底圖上面說 上面還有口罩 但是其實他們已經沒有口罩了 那所以就是有這樣子 missmash的情況 那所以我們在隔天 馬上就透過鑰匙公會 就我們需要說 去跟這些鑰匙道歉 也就是說 是我們錯 那我們真的沒有辦法自己 就是預想到 發號碼牌這件事情 我們沒有辦法自己完成 然後那我們就問鑰匙說 那你要怎樣 你行你來嗎 那後來他們就 他們在第一個禮拜就說 那我們希望你這個 API Schema上面 多一個欄位 就是說我們就是 就是發 就是collect號碼牌的時間 跟我們實際設計口罩的時間 希望能夠有兩個field來做 那我們再隔一個禮拜 我們就馬上說 那我們已經實作好了 那再接下來呢 這個還有一些鑰匙說 可是我沒有辦法 anticipate 我什麼時候 run out of 買個號碼牌 所以他希望說 他run out of 號碼牌的那一秒 他要後台有一個按鈕 只要按一下就可以 從地圖上面消失 那當時是 那當時是 主角說 這個是算作弊吧 所以 似乎 這個沒有要立刻實作 但是呢 我就自己去那個 try這個系統 就發現說 這個因為禁消存嘛 它是有一個禁或一個field 你只要禁這個 付200片口罩 那你就可以自己把它 衝抵掉 然後 所以就是說 因為它並沒有檢查 那個field 是sign as an sign 那所以 加在情況下 你就可以 manually的從地圖上面消失 那這個不只我try出來了 很多藥匙也都try出來 藥匙都是專業人士啦 這個hack起來也很厲害 那所以 加在情況下 就是他們就開始 一傳十、十傳百 這個R值等於十 那大家都知道 這個符號是可以用的 那所以後來這個消息 我就想說 那算了 所以後來我們就跟健保署 講說 那我們不如正大光明 把這個 這個不是bug 這個是feature 我們就專門把這個feature 給它一個button 就是按一鍵 就消失在口罩地圖上 從那個之後 鑰匙都不覺得 我們浪費他們時間 當然也已經過了 三個禮拜左右 但我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就在任何情況下 我都會告訴自己說 其實這個部分 只是我目前看到的 可以接受的這樣一個版本 那任何時候 大家告訴我說 我有什麼不足 我有什麼不好 或者是怎麼樣 那或者是甚至 有一些鑰匙在當時 根本是直接很公開的說 口罩地圖這個idea 因為它發號碼牌 它覺得他stupid 那所以我就覺得說 那很好啊 我們的主義專門 表示您高明嘛 您高明就表示 這個你有更好的想法 那你請你來啊 那所以這個時候 我會說 我真的努力了 我真的無法自己 完成這件事情 很高興你讓我知道 你的存在 那我們下個禮拜 就來用你的版本 所以大概就是在 就是網路上面 只要公開批評啦 我啦 或者是我的政策等等 我大概都會 就是有建設性的 恢復的話 我都會恢復 而且會把你的版本 就變成這個 在接下來的版本 所以這個也回答 這位追問的朋友 所以我覺得這個跟完美主義 剛好是相反的一個情況 完美主義是說 就是我要做到百分之百 然後都被挑出這個任何毛病 那我才願意去release 那但是我剛剛在講是release early release often 而且這個often是timed 所以就是每二四小時 或者是在 快樂神明星2點 那時候每七天 那這樣子的情況 其實is very predictable 我們就算有犯任何錯誤 我們就公開道歉 但是我們又show 我們的competence 說我們在下個禮拜四 就一定把它改好 那這樣的話 過了好幾個星期之後 他就發現說 這個指揮中心 真的competent 為什麼?因為它是 把大家想出來的 最好的辦法 好比像說 電鍋不像水 可以消毒口 這樣之類的 通通都自己去示範 對 那如果是完美主義者的話 大概是絕對不會這樣做 如果指揮官是完美主義者 他也不會自己在那邊demo 整個口罩 然後把那鍋夾放到那鍋裡面 然後被發現他都沒有用過電鍋 但是 不但如果他就創造出一個記憶點 那這個記憶點 也讓大家就是 越來越願意來使用口罩 那二十八位朋友們問說 以唐文言的IT實體 想必須很多白了黑的科技 正常的人才 他可以選擇高性眼 一樣有影響的有工作 但是 為何你願意待在台灣前 還負責做一個為之 而且還可能會造了惡意比平的工作 有許多 愛台灣的台灣方向會留學生 能夠再在乎外界 也好興趣的情況 還是不會回來台灣 那想到我是為何發大心的 做這個決定 好 感謝提供這個 好 Rap的 材料 在 Groove 還不錯 哈哈哈 其實這個發大心 這個大心可能就是 大家在那個 社交媒體上面會按的那個大心 就是很開心 我在之前在做 Freecele Word 的時候 就是在 Raku 之前叫 Perlil 的那個社群裡面 其實我就是提出一個概念 叫做 Optimize for fun 樂趣最優 那Optimize for fun的意思是說 因為我們做編譯器的 大概都會有一個 Dash Big O 就是你要省記憶體 你要省這個執行速度 你要省什麼東西 那是一個很常見的 一個編譯器的一個flag 那但是我就說 那我們 Perlil 的這個flag 它Default 是Dash Big O Fun 就是 就是以樂趣為優先 那這件事情 為什麼是這麼重要 就是因為 在當時 就是對於 Perlil 的這個語言的開發 充滿了各種 就是Doom saying 那有很多fear and certain doubt 那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其實唯一一個 能夠在網路上面 散播的 比這些 就是焦慮 或者甚至是憤怒的 這些情緒 要來得快的 其實就是歡樂的 這樣一個情緒 也就是歡樂無法擋 那歡樂無法擋 那歡樂無法擋 所以只有台灣才笑得出來 你看兩個地方可能 不知道他們在想說 OK 好 對 歡樂無法擋是那個 首部的擋 首部的擋是阻擋 就是歡樂是沒有辦法 被阻止的 對 那因為我們真實人物 不能光特定政黨宣傳 哈哈哈哈哈哈 那 對 那歡樂無法擋的 這個概念其實非常簡單 就是說 當就是一個人看到一個詞 好比想說pearl 他已經去把它associate到一些 就是 讓人憤怒的這種情緒 人都看不懂 的這種情緒 的時候 那你要蓋過這個情緒 唯一的方法 其實就是把這個憤怒 導引到一個 有效的 幽默的 好玩的 這樣的一種感覺裡面 那這樣子一種好玩的感覺呢 它一方面是情緒上 就是得以抒發 但是二方面也是說 把人會放到一個 更creative的一個感覺裡面 就是說 那我如果有這個創意的話 我也可以去看出 不一樣的世界 或者是做出 不一樣的事情 那 不是這一章 那所以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辦公室 這是literally 我的辦公室 人家路三段正九號 那本來就是 一個空軍總部 那後來我就 騎上了紅磚 拆到了水泥牆 那所以大家都可以直接從 街上直接走進來 那走進來的時候 就會看到這些 有邪漢爾這些朋友 那因為今天主題 還是diversity 所以媒體會稍微 帶回來一點點 有一些trism and difference 的一些朋友 他們所做的這些公共藝術 那其實從我們的 眼睛看出去 當然世界就是一堆 這個不管是有像圖 還是UML 還是什麼之類 abstraction 那但是從這個 邪漢爾朋友們的眼睛看出去 不管他們年齡多少 它是有點像飯谷一樣 他看到這個世界一些 就是topological connection 就是metric connection 等等 那所以當他們畫出 他們看到的世界的時候 其實大家都會覺得說 那我變得更加creative 那這個時候 這個樂趣就不是個人的樂趣 這個就是大家都可以 散播的一種樂趣 就是它的基本傳染數 開始提高 就是任何人看到 都會覺得很開心 因為這個開心是有感染力的 好比像說這位叫 Stanik Hebe 是一個海盜 這樣講很奇怪 他是海盜黨的一個市長 就是布拉根的市長 那他上次來射創中心的時候 他就看到了就是這些public art之後 那他們就注意到 我們都不會注意到一件事情 就是這些格子的攀爬架 看起來好像是可以爬上去的 所以後來他們 小那個 這些都他局處手掌 就一個一個都爬上去了 那他爬上去之後 當然就因為我們手上拿了一點 各位有去發展目標嘛 所以就看起來非常漂亮的一個合照 但我都在捏一把冷汗 因為我們沒有測試過他的承重 摔下去了 他說國際外交事情 可能就上頭版了 那但是還好沒有發生這樣的事情 但是這個也就告訴我們說 其實每次面對新科技的時候 有這樣子營造樂趣 營造大新的這樣子的環境 其實才是最重要的 因為如果沒有這樣子的環境的話 那大家都是總是互相對立啊 就是一端說 這個對經濟有好處 另外一邊說 他可能會破壞社會的公平 另外一邊說 這邊非常創新 另外一邊說 這個創新會破壞環境等等 就是有各種各樣不同的見解嘛 那只有在他家 都這麼開心的情況下 我們才能夠在每個新的技術出來的時候 有這樣一個開放的空間 去討論DIGI四個公民 也就是說 Digitalization 它這個需要支持它 Innovation 這裡面有哪些創新是 之前大家沒有看過 然後可以傳染的 Governance 就是大家一起來確保 說這件事情 它是有alignment 跟accountable 我覺得價值是一致的 而且給得出交代 那第四個就是inclusion 就是 某一些可能會被這些技術影響 但是 還不知道有這件事情 或者是沒有發言權 或沒有投票權的朋友 要怎麼樣一起參與這個技術的 Governance 以及這個技術的使用 怎麼樣達到真正意義上面的功能力 也包含 後來的這個資分等等 那所以 像這些就是 為什麼用樂趣最優的方式 來做這個活動 所以我想就可以回答這個問題 就是說 其實不管是黑的白的科技 爭搶的人才 要就是 大家就是 納稅 然後付我新選 讓我全職來have fun 這個真的不容易 在任何的這個國際的大公司 這種全職就是 玩的這樣子一種 這種職位 都不是那麼多 那又因為說 我們發現說 這樣子的樂趣 它真的不只是 就是抗infodemic有用 就是剛剛講到的 假訊息危害防治等等有用 而且它抗pandemic也很有用 就是所謂的正想防疫嘛 那隻柴犬講了很多 所以我就不用在這邊講 那 如果還沒有看過那隻柴犬的 其他jurisdiction的朋友的話 我們 我們這邊的這個 防疫是靠 就是不是那個拔河的那兩隻狗 是靠這隻狗 對 那 那這隻柴犬是 很厲害的 它是 有一個比例尺的一個 作用 就是說 為什麼我現在把口罩拿下來 是因為我跟旁邊的人 都有三隻柴犬的距離 那如果 室外相在我們社窗中心 只要兩隻柴犬的距離 就可以了 那 然後它可以有 講多過語言的一隻柴犬 非常厲害 然後 為什麼要去買口罩呢 因為口罩 很有效 它可以保護自己免於 嚇到吃手熟 就是說 不會 讓自己沒有 沒有好好洗過的手 碰到自己的臉 那可見這個概念 第一個它很有樂趣 那第二個它完全不是 剛剛我有看到 在那個追問裡面 有提問說 是不是因為什麼什麼 儒家集體主義啊 什麼尊重別人啊 什麼之類的 不是這完全 rational self-interest 就是說 就是它保護你自己 免於你自己的攻擊啊 那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下 其實這個訊息 就很容易散播 而且這個老少姐 你任何人 在line群組上面 或其他地方都可以分享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它就變成一個正常防疫 就是樂趣防疫的這個情況 所以我想這個發大心啊 並不是一個什麼什麼承擔啊 什麼什麼慈悲啊 什麼之類 純粹就是 I'm having fun really enjoying 然後也希望能夠 讓大家發現說 做政治是一件非常開心的一件事情 大概就是歡樂無法黨的精神啊 好 OK 有35位朋友們問說 在外上紛紛加碼投資的氣氛底下 但是仍然有人擔憂啊 外上是利用台灣便宜的水電 而不是人才的投資喔 那所以在座各位有沒有 請問我們在外資的眼中呢 優勢啊 是哪些 而又該如何把握這個機會 讓台灣資訊實力度過全球呢 那我想在座大概都不是水電啦 在座英明都是人才吧 OK 對 那所以我想 這是兩件不同的事情啦 一個是說 就是說 便宜的水電這件事情 我想全世界有很多地方都可以offer 如果你是要這個 就是採比特幣的話 氣候有很冷的地方也可以offer 那但是當然 中年都不是這些嘛 那如果中年是這些的話 那就很難解釋說 好比像說 為什麼太平洋海藍的走向是現在這個樣子 或者是其他地緣上面 為什麼就是 奧特菲的forum 或者是National Democratic Institute 共和黨的IRI 德國的那個FNF 等等啊 所有這些就是做民主自由推廣的這些朋友 現在都選擇headquarter在台灣嘛 當然像國際記者其實早就來了 那所以我覺得這裡的一個重點就是 我們在這邊innovate 它是真正能夠做到網際網路當初的這個promise 就是Permissionless Innovation 就是你有一個新的想法的時候 你不要先去送給選一選P 你就把這個想法就可以公開出來 那你公開出來之後 這個不但這個不會遭到這個和弦 那而且呢也是 如果真的被注意到了的話 那你的想法其實就會被增幅嘛 就會變成下個禮拜 我們的防疫的新的政策 那我們在整個防疫裡面都是這樣子 基本上就是靠crowdsource 那所以其實在街上如果就是問人說 欸為什麼戴口罩 很少人會說指揮中心叫我戴啊 有些人會說總裁說要戴 但是大部分的人會說 沒有啊 其實指揮中心就是 他們有兩天說捷運上不用戴 我也沒有聽他們的 我就戴了啊 那跑來指揮中心聽我的 說好了捷運上還是戴一下比較好 所以簡單來講就是說 是靠大家自己就是underground的這樣一種innovation 那這個innovation呢 它本身在社會上面有組織力有傳播力 所以說在最新的技術出現的時候 在台灣不一定它是 立刻就有business model 不一定是擇右翼去使用的 它也可以是左翼去sustain它 就是它有社會價值 那大家就透過open source的方法 透過群眾募資的方法 透過各種各樣的方法 去把這些innovation approve它的scale 好像攻擊額子就是很好的例子 那在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大家發現這個有公共利益之後 我們在這個上面再搭建 讓產業能夠進來的 像明星公共五連網等等的這些basic infrastructure 那這些我想從外資的眼中看起來 其實是非常的long 因為從外資的角度來看 他們也希望證明說 我們在這邊innovate出來的東西 是放出四孩而接準的 就是說它並不是因為 犧牲另外兩個部門 讓某一個部門這個獨大 才能夠出現的那種創新 因為那種創新就很難賣 你在全世界其他的jurisdiction 除非它的jurisdiction長得一模一樣 不然的話它很難橫向的複製出去 那但是在台灣這邊 因為我就剛剛已經講的是 要三個部門都能夠說服 最後這個創新才會scale 才會增幅 所以我們試出來的這些創新的一些模式 那基本上就是全世界大概看到了 就可以直接拿去用 不管它就是它的政體 它的就是體制是什麼 或者它的哪一個部門的 就是公信率比較高 反正對於其他兩個部門 大概都沒有壞處 所以這種social sector first 就是以社會部門為主導的創新模式 我覺得是台灣的一個特色 然後那我覺得從外資的角度來看 也是讓人特別放心的一件事情 那有26位朋友們想問說 其實我對未來有沒有感到彷徨的時候 遇到這樣的時候是怎麼樣 找回自己啊 我想第一個就是我對於未來 並沒有什麼彷徨 因為我覺得未來都已經來了 各位其實都是未來的代表 只是還沒有均勻分布 那這個是我想我們做創業 我們做創業最需要的一個概念 就是未來是透過我們來臨的 如果不是這樣的話 為什麼我們要innovate呢 如果我們覺得說 我們只是沒有把一部分的未來帶來 我們是在等著其他人去創造未來的話 那我們乾脆不要innovate好了 對不對 我們就專門去就是使用就好 我們就叫做users and promoters 那也沒有什麼不好 但是我想各位在這邊 大概都是有參與innovation的這個動力 那innovation其實就是未知它已經變成已知 但是還沒有均勻擴散的這個過程 未知的探索那個叫哲學嘛 叫philosophy 那但是我們這邊比較是應用端的 是創新端 那創新端的話 找回自己的方式其實就非常簡單 就是說 我每天把一部分的未來帶來 那帶來之後呢 我就嘗試增加它的基本傳染數 就是說我一天能夠讓超過1.001個人 知道這個新的idea 那這個新的idea we're spreading 所以它自己又會再傳染給1.001以上 其他的人 那很快的就指數性成長 到最後大家都覺得說 帶彩虹口罩也沒什麼對不對 的這樣的事情 所以意思就是說 只要我做某個practice 這個practice本身 不是只影響到我一個人 它能夠觸發超過一個人 去做類似的事情 而且這些加在一起能夠 好比像說省到至少一個人的一份時間 或者是幫助到就是一個人的一份心力 我花一個小時 能夠節省別人超過一個小時 那這樣子的話 其實我自己就已經完成了 因為我自己只是一個 這個good idea的一個載體 它是讓社會的這個improvement 可以透過我來增幅 那增幅之後 我就可以繼續去想下一件事情 或者是去主持接下來的別的政務工作 所以我並沒有所謂 自己的這樣子一種執著的判斷的這種概念 那隨時我都是在三個部門之間去看說 誰還可能聽不懂其他人所講的這些argument 那我就懸命一邊站 所以找回自己的方法 very paradoxically 就是去emphasize with every side take all the sides 那這個時候其實自己的這種感受 其實才特別敏銳 特別強 有二十位朋友們問說 當初為接下政委一職的出發點是什麼 那已經講了是為了好玩 那如果哪一天卸下這個身份 是最想要為台灣或者為自己做什麼 其實我在這個政務之前 我就已經是之前的政委員 而且跟我現在還同一個辦公室 就是蔡玉琳哲委員的專案顧問 那其實當時就是把它叫做一個reverse mentor 那逆向的一個導師嘛 就是說35歲以下的年輕人 那因為是digital native 我是digital immigrant嘛 12歲才開始忘記網路的 算了就是半個 那無論如何就是去用我們這種internet上面的一個想法 就是我們是made in the world 的這樣子的一種想法 然後去lead這個cabinet 那但是cabinet member當然都比較資深嘛 35歲以上 那所以說是有這樣的資源 有這樣的人脈 去讓這種新的方向得以發生 所以是這樣一種reverse mentorship的一種關係 那所以就是說在我現在這個身份裡面 我們也還是有新政院青年諮詢委員會 也還是有二三十位的reverse mentor 不斷的在帶領我們的cabinet 走向這種真正digital native的 這樣子一種思維的方法 所以就算我沒有這個身份 其實我就還是一樣在做這些事情 就算我有這個身份 我也還是在跟剛剛提到的Glenn Wild一起創業 我們找了那個Vitalic Glittering Daniel Allen 等等人 在那個New York 弄了一個radical exchange foundation 那但是這個創業就是 我必須再次聲明說 我沒有領薪水 而且是院長批准 他不是違法堅持 他是合法堅持 那我也同時會發現了那個Mobile World Capital 就是Digital Future Society 巴塞隆納的 那是在阿姆斯特丹 但是是馬德里 在數位M佔領運動之後 有一票人想要用數位的方式來推行 像參與式預算等等這些東西 所以我非常的斜港 就是說同時擔任非常多的 就是not-for-profit 這些social innovation organization的 那所以我就算卸下 digitalminister.tw的這個身份 不表示說我就上市了 digitalminister.tw的這個網域 那這個網域還真的存在 你如果Key這個網域的話 就是可以看到就是我們的官方網站 對 所以就是說這是very flexible 所以在某一些這個 就是多邊主義的 比較不適當 這個用特定的名稱來參加的那些會議 那我的身份就是 這個就是 domain owner of digitalminister.tw 那這個.tw是非常好用的一個身份 所以我想就是 所謂為台灣做什麼 可能就是讓.tw繼續thrive .tw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domain 內貌 就在雖然沒有那個 它隔壁的那個.tv圖 那麼popular 但是我也覺得說 它無論如何是代表一個 就是網路一開始的 剛剛講end-to-end innovation permissionless innovation 等等這些價值 它真正存在的其中一個domain 那所以我還是會想要為.tw 繼續去傳遞這種大型的這種感覺 就好像這位朋友的這個表情符號一樣 就是希望大家 以後看到.tw 都還是可以是這樣子的感受 那這樣子的活動 我想我會繼續去做 你兩者有朋友們問說 技術可以更加激烈的 更加激烈的 更加激烈,更加激烈的 要引き更加激烈的 更加激烈的 更加激烈的 更加激烈 intrigideas.One idea is to make sure that the app can work beyond your expectation to make it more API-first.This is something that I introduced in our procurement rules four years ago, and I call it API over KPI, but that's an internal joke.The idea, very simple put, is that in Taiwan we already have the idea of universal accessibility, You see on government websites, you often see three… Collins Ahí's the mark for accessibility If a vendor says that they can only make a website for人 with sight but not people with seeing difficulties Then they could be disqualified to discriminate against people who are blind That is already in place , thanks to NCC and NDC I would piggyback on that procurement requirement and say for each and every interactive website that could interact with a human being, one also needs to implement OpenAPI than a Linux Foundation standard still in beta, but we may be a national standard anyway, so it needs to conform to OS3, previously called Swagger, but now OS3 sounds more efficient. So OpenAPI standard, and if the vendor failed to implement the OpenAPI and only offered an interaction pattern for humans, then they could be also disqualified in the same way for discriminating against robots. And we didn't quite say discriminating against robots just yet, we're not that far on diversity and inclusion, but we do say that they need to implement it within a reasonable price. They couldn't charge a lot extra for implementing OpenAPI, and the end result is that the system that we built is worth liking the Lego blocks, so that even for people with different needs, for example, in Taiwan we have more than 20 national languages, so often our website speaks in Mandarin or maybe English, but maybe not Amis, but people who speak Amis will then be able to take the OpenAPI and build their own Amis portals. Or people who prefer chatbots, voice assistants, or any sort of interaction patterns can also weave our APIs together to build their own experiences. And so this includes, for example, virtual reality experiences, this includes kind of augmented co-presence experiences. We make a lot of these APIs available, for example, the 3D scanned, LiDAR scanned, basic map of administrative interior just recently released that can create a far more immersive experience if you want to do city planning using HoloLens or something like that. And so that naturally brings more diversity, but that also brings more inclusion because it could be tailor-made for people with different needs. And the other idea, not really a recommendation, that I personally take is that if I see a suggestion or an opinion from someone with a very different background so that I can't comprehend why they are asking for this. I always think it's my problem, it's not their problem. I take tours every couple of weeks or so around Taiwan, well, it used to be around the world, I can't do that right now, hopefully soon, around Taiwan so that when I go to, for example, I think this is Hualien or Nantou and so on. When I tour around Taiwan and you can see all those tours in the social innovation tours because it's radically transparent on the social innovation platform here, I connect back to the social innovation lab in Taipei where the 12 ministries, section chiefs or higher level see essentially through my eyes what really the situation is like in those more remote rural indigenous places as well as remote islands and so on. And so because of this, the people there for them is just attending a town hall. They do not need to travel all the way to Taipei only to have like half an hour or 15 minutes in a public hearing or things like that, but rather I go there and spend a couple of days on an ethnographic hanging out, just trying to see the world through the eyes of the local people and so that we can make sure that when the local government reflects their ideas to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wouldn't think that, oh, we solved your problems while creating new problems because previously the bandwidth of the country was like through and with all due respect, slideshows and documents, and the slideshows and documents by necessity compresses things a lot as opposed to like truly being there and feeling through co-presence what they like to be there. And so I think the other suggestion or rather idea that I would share is just to travel to to live a different culture and this is the transculturalism perspective that I think truly increases inclusion because that makes us more inclusive rather than just diversity which is more like the positions filled.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s. Thank you very much. 所以我们还有18分钟 还有33个问题 有些可能就没办法回答完了 现在跟大家先说抱歉 对微软的台湾资料中心有没有什么看法 以及微软该如何协助政府 做数位转型 当然对台湾资料中心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因为有很多跟政府的讨论 大概是credit it on this 就是要有一个台湾资料中心 然后之后才能够开始谈 就是.tw到底的意义是什么等等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 那我也很高兴看到说 就是微软在世界各地都有 就是协助政府做数位转型 很久之前去参加Core for America等等 活动的时候其实都会看到 就是专门做Civic Tech的那个部门 在微软总部有一组人专门做这个 那Hololens刚出来的时候 其实不太知道能够做什么企业应用的时候 这个部门也就是已经开始做很多 social的应用 city planning等等 那所以我觉得像此的文化 继续保持在外人里面 我觉得是相当好的 因为从我的角度来看 因为我不是为政府工作 我是和政府一起工作 就像我也不是为人民工作 是跟人民一起工作 所以只要有任何一个player 他愿意在这个中间担任政府的这个角色 就是去确保说两边或者多边的好的主意 都能够更容易的更亲切的 被其他各别人感受到 而且可以具体讨论 好比想说下一个问题 这样的话呢 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 pro social 的一个player 那如果一个player 他是就是看起来好像让大家更彼此对话 但是彼此对话的内容 好像都是在就是打脸 而不是打输的话 那这样的话那样子的player 我们就会觉得他有点 anti social 那就会跟他就是有一个 long talk 那不过也很高兴就是刚刚提到的那个player 最近好像也变得比较 pro social 所以我们就会看 OK好 那有22位朋友们说 新市的IC身份证即将发行 那对于境外资讯攻击的抵抗 请问目前政府有没有什么方针 或者计划的方式各自窃取 以及保障资讯安全呢 还真的有啊 那不过 我想这两个是有点分开的事情 我们确实是会试行啦 就是所谓的新市IC身份证 但是我们并不会强迫任何人去用 就是IC的部分 先不讲说是类似健保卡当初在澎湖 一样的小规模的试行啦 那就算是就是你是愿意就是资源先 就是适用六个月的朋友 或者如果你是cyber security 的专业人才 可以参加我们的赏金猎人 那但是无论你是怎么样子的身份 其实我们这个都是一个opt in process 所以简单来讲就是说 就算你有一个IC卡 大家也不可以强迫你去读取它 所以它纯粹就是说 可以省力的抄写的这个时间 那但是如果就是你不想要被读取镜片的话 那你就拿不透明的贴纸 很重要的一个科技 不透明的贴纸 就是贴镜头的那种 就是不透明的贴纸 把那个就是身份证背面的MRC 就是像護照一样 那两台机器读取嘛 以及序号 看片序号 然后不是身份词号 然后以及晶片把它贴起来 那贴起来之后呢 它就变回了一张完全只能用光学的方式 识别跟质本身份证没有什么两样 只是防卫技术比较好的一个质本身份证 那如果有任何人就是跟你说 这个我们不想用光学的方式识别你的名字 请你把贴纸撕掉 那你就可以跟他说你违反 国民身份证几乎国民部 就是那个执法医生的照片 就是那个草案 这个已经草案预告器已经过了 希望就是这样子了 对所以就是说 就是我想这个就是对于想要节省打字 重复打字时间的朋友 这是一个节省时间的一个方法 那但是对于就是觉得说 光学识别它比较安心 它不是很确定 这个晶片到底还要做什么的朋友 我们并没有强迫在这样 非常用晶片的功能不可 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个 我们先讲清楚 那防止个资窃取保障资讯安全 其实我很常讲的一句话 就是没有盲强就没有盲强言 所以只要就是不要储存个资 就没有个资窃取的问题 那同样的只要不对个资做运算 就没有资讯安全的问题 那所以我想在今年 就是大家可能比较觉得有趣的技术 就是合成资料技术 特别是基于对方是深层网路的 那然后以及就是权通太加密 这个汉语应该是这样翻吧 Fully Homomorphic Encryption 我很少用中文讲这几个字 FHE这个技术 那这两个技术 刚好一个是用来防止个资窃取 一个是用来保障资讯安全 那前面的这个技术 就是大家可能有吃过 那个Impossible Burger 或Beyond Meat 就是合成肉啦 那合成资料就像合成肉一样 那就是之前的都 就是你一吃就知道这个不是肉 而且很难吃 就是某些品牌 有些品牌很好吃 但你吃还是知道它是蒟蒻 或者豆皮 那也就是说它的资料可用性不是很好 那但是现在因为有 就是对方是深层网路 以及庞大的酸粒的这个关系 那这样的情况下 真的可以让人吃下去 就觉得这个就是牛肉啊 那但是就是 它其实是素的 那所以同样的就是说 如果有人要健保资料库 那我就按一个键 我就合成2300万人的健保资料给你 不过没有一个是真人 都是模拟市民 那你如果再要 我就再按个键 我就再合成2300万人给你 你要两亿人都可以啊 但是没有一个人是真的嘛 但是你不管拿去泡什么计算 出来的结果都跟真的一样了 对那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 其实我们就不会有 各自窃取的运用 因为我会给出来的东西 根本就不是各自啊 那所以这个是 我觉得蛮好的一个发展 它是可以在资料可用性 跟各自的防护 这两个上面 不像以前那样子 好像总是一个大友啊 就是你一定要牺牲很多 才能够成就两个一遍 或者是说现在你可以两遍都兼顾起来啊 那但是当然就是还是有人出来说 这样子一种材料可以用 这样子一种材料是 就是合法让人安心的等等 那目前是每个主管机关 各自去做各自的这个材料 那大家都知道说 旷日费事嘛 那所以我们很快在立法院 院会会复运作之后 我们就会提出这样子的一个组织法上去 那就是会有个各自的保护的生意委员会 那是由这个独立的新的机关来去审议说 像我刚刚讲的这种合成资料技术 是不是真的是没有消耗掉 Privacy Budget 或它消耗掉Epsilon 是不是真的就很小等等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 大家都可以有一个可以依循的方式啊 来防止各自窃取 并且善用合成的资料 那全通爱加密 因为今天不是技术论坛哦 就不多讲 而且我还想不出一个很好的比喻 所以如果大家有对全通爱加密的什么好比喻比 就是就相当于我刚刚讲合成肉的那种比喻的话 欢迎在slido上面贡献 因为它实在是相当就是不止关罪 我目前也想不太到什么比喻 但是大致的意思就是说 我可以加密所有的资料 然后交给你运算 你运算的时候你可以做任何的运算 但是你完全不可能反推这个资料 然后你做完运算之后 还给我再把它解密 解密之后 这个就是真正的结果 那所以就是把这个资料的储存跟运算 这两个完全拆开 就是说我储存的那边并不是资料本身 而是密文 那你对密文做的运算呢 其实在解密之后 就好像一开始对明文做的运算一样 我目前也只能用技术的方法就是解释 因为在现实实际上没有什么类似的东西 那但是这样的情况下 它确实是对资料是有很大的保障 因为这样的话 即使就是刚刚讲到的 就是资料中心还没有落地 即使是它在一个 就是我不是非常相信的管辖领域里面 那我还是可以加密 然后送过去做拳头来计算 那最坏的情况也就只是 就是它就是资料回不来了而已 但是只要资料回得来的话 那我是不需要担心说 这个资料会就是被就是窃取的这个情况 有二三位朋友们问说 您曾经说睡觉的时候才是在解决问题的时间 请问我是真的有睡着吗 如果睡着 那么醒来你都能够记住解决问题的过程吗 是 我第一个是真的有睡着 因为如果没有睡着的话是没用的 如果没有睡着 自己在那边胡思乱想的话 其实问题都没有解决 只会越想问题越多 那睡着的话 醒来我是都记不住解决问题的过程的 所以也就是说 就是这对我来讲 也完全是一个黑盒子 那我并不知道就是它的计算的过程 所以我醒来之后 往往我还是要处理那个 alignment跟accountability这两个问题 这就跟任何deep learning是一样的 就是说 我只有最后几层的东西 但是我也没办法去解释说 它到底怎么来的 然后比方说 之前要就是代表 博物部跟外交部去 就是应该是world web conference 去分享我们的防疫嘛 那他们都给我很多资料 那每个部门都有给啊 每个五十页加起来就两三百页 那我就是睡前全部都看完 然后醒来就冒出 三个字就是fast fair and fun 那所以后来呢 就是我整个就是 以这个柴权为基底的 以乐高为基底的 这样子一个概念 就是从这个fast来讲 collective intelligence 从fair来讲 这个我们的口罩实名制 以及其他的分配 从fun来讲 就是可爱的总差 那所以 那你问我说 就我看了这 就是两三百页资料 选了八小时醒来 到底怎么冒出这三个字 我还真的不知道 那但是我是可以跟你解释说 这三个怎么样对应到 就是我一开始的source material 这个是没有问题 而且呢 它并没有就是过分的去诠释 好像有因为bias的关系 加上了一些本来里面 没有的这些杂讯 这个也没有问题 那所以可见就是说 我是一个ethical的一个人 就是要解决 alignment and accountability 就是价值有相符 又给出交代 所以只要有这两个 这个过程没有办法重建 也是没有关系的一件事情 其实各位如果有在做 deep learning的话 可以稍微安心一点 有18位朋友们说 请问我是不是认同 能者多劳 或甚至能者过劳 越有能力的人该 如何调整形态的为人付出 而忽略没有建设性的批判 我常觉得说 如果批判没有建设性 那就是我的问题 是我没有能力 把它看成有建设性的批判 对来讲 所有的批判都是有建设性的 那就算它就是压缩起来 最后剩一两个beat 就是因为非常redundant 都惊叹号 就是大概200个惊叹号 对 压缩率想必是非常高 但是最后就算压缩成一两个beat 我觉得也是很有建设性 对 那所以 我的大概的想法都是说 尤其是像现在这种 life interaction 即使是你留下对我的一个批评 也是表示你care 你care这个就一个beat 那你愿意用这种特定的 formulation 来把它表示出来 这就有多好几个beat 那所以对我来讲 无论如何 都是增加资讯量的这样子一个过程 那它有没有建设性 我觉得完全是取决 我能不能够把它interpret成 有建设性的这种批判 那之前呢 就是有的时候呢 我们在公务体系里面 有时候会做一个lossy compression 就是说在每一层往上签合的时候呢 会就是把那个文字修正的比较签合 就是比较和谐 那好比像说像这是在2017年5月的一个朋友 他是一个设计师 他在我们的公职总统参与平台上面提了这个案 那这个案它是 你乍看之下好像是没有建设性的 他说暴水你的软体难用到爆炸 那它里面的这个内文 也差不多都是这样子的资讯量 那底下的网友留言呢 大概八成多都是在说财政部长下台 官方网络无能等等 那只有不到两成说 我用windows暴水很顺 但是其实这些朋友们是有点火上加油 因为当时就有一些国税学员工 就跟那些留言骂的朋友说 那你们就去下载windows就可以了 连windows报税就不会有问题了 那些用麦克的人听了就更不少 就更来留言了 更来做这种没有建设性的评判 纯粹的负能量 但是好在就是说 我们在当时在每个部会里面 都已经有一群人叫做开放政府联络人 那国会联络人是跟立法委员沟通 新闻联络人是跟媒体记者沟通 开放政府联络人就是跟这些一涌而上的相名 我现在都很像hashtag officer 就是去跟hashtag来沟通 去跟愤怒的主题标签沟通 那by the way 那个卫福部的这个hashtag officer 就是总裁的主人 所以每次他只要有一个新的measure出现 他只要 因为他家居在卫福部附近 他只要走回家 帮他的狗狗拍一张照片 他就多一张梗图可以用 就是真认真事 所以当时这个财政部的开放政府联络人 杨金亨 他就直接在这个下面 这个回应说 所有对我们财政部提出批评指教的朋友 你们都这个 我们都已经看见了 意思是你们都已经被监控了 各位联络我们都看到了 那这个我们都诚挚的邀请各位 那在两个星期之后 来我们财政资讯中心 我们一起来讨论 怎么样做明年的报税系统 那所以这里就有一个leap of faith 就是这一位在网络上面 这个用一个笔名的这一位卓志远 他愿不愿意真的出现 他真的出现了 他像这个样子 那我们说见面三分情嘛 这个我们就比较信任他一点 那然后呢 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我们就了解到说 他的职业是一个设计师 他看到彪凯提就已经浑身不舒服 With all due respect 那何方是报税软体 对 那所以他就后来就真的是 我们就说那你请你来嘛 那他就运用他的专业 就是user journey啊 等等的方式 去把网络上面的这一些 透过slido来的这些 感觉就没有什么建设性的这些留言 通通都收叶成非常建设性的事情 因为当时我们是直播啊 事实上是用那个360镜头直播啊 那所以大家都可以胜利起敬嘛 那大家可能都画过user journey 我就不介绍了 就是浮流程开始之前 之中之后 大家会有什么步骤啊 会有什么细节啊 会感受到什么啊等等啊 那所以呢 Law C Compression 这个时候就 就是威胁要发挥他的威力了 因为就会有很多朋友在网络上 有没有建设性的留言 好像说自暴毒 那这个时候呢 大部分的公务员在收到的时候 在他成为长官之前 都会在脑里先跑一个transformer 就是把他变成说 文字稍嫌荣坠 之类之类 在网上可能还有别的expansion 这不知道是不是肯逆转换 应该是肯逆转换 好OK 那但是就是说 到最后的结果就是说 网友最后看到这些文周周的 这个虽然是肯逆转换 但他不会在脑里跑那个逆转换嘛 那所以他就觉得说 政府没有站在我这边 并没有真正把我的情绪 纳入这个就是这张图 所以我当时就是跟我们所有朋友说 他写字报多 你就要贴字报多 他写华力道让人迷惘 你就要贴华力道让人迷惘 最多就是能把金探号拿掉 但是字啊 一个都不能够拿掉 那为什么 因为你知道拿到一个字 你就不是站在他那边了 我们说要站在每一边站 那如果你没有站在他那边的话 他为什么要花力气去帮你想怎么样 来改善报寻软体呢 那在2017年5月 如果有人报过去还记得的话 在你全部试算完 但是还没有送出试算结果的时候 会突然跳出一个试窗 然后美去国税局 还有一个不一样的这个吉祥物 会跳上跳下 然后用就是标凯体说 感谢你对国家的贡献 全新金探号 那这个当时就是大家都觉得说 奇怪那个吉祥物平常看起来很可爱 为什么在报税的时候 看起来一点都不可爱 那然后就有朋友这个留言说 他想到要报税 心情就不好 不要这个designer不要花力气 让他心情变 不可能的 所谓痛快就是痛得快一点 快一点这个时候 给他一个痛快 赶快把报税完成 去买杯啤酒 这个是比较可行的 所以就算是 就是challenge我们的这个design的brief的这些朋友 我们都邀进来 那我们就rip the brief 我们把brief就是撕掉 那然后让大家一起来看这一团mess 但是后来就发现说 上千个留言 其实当你做完这个压缩之后 有建设性的部分 都有留下来 就是这一张图 那这个mess我们就邀了这个四次 四次协作工作坊 邀网路上面最酸最toxic的这些朋友 那他们得了酸的方法都非常有创意 所以从某个意义上来讲也是diversity ok 好 然后呢我们就 就是请观光公司 这个以及这个国税局的朋友 那在专业的开放政府联络人 跟facilitator的引导之下 那我们见面三分请 然后慢慢地画出就是新的这个蓝图来 那所以这个其实就是真正意义上的inclusion 就是说你行 那真的是你来 我们并不是一个蓝图 我们好像是拼拼图 那每个人带着一片拼图来 那到最后就会拼成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形状 那所以我们最后当然就从就是长这样的东西 变成了长这样的东西 那我觉得很难能可贵的就是说 在就是2018年我们第一次试行的时候 那一次就是除了Windows的使用者之外都可以用 这个limited time period 那有一年的时间 那那一次的暴水 这个用Mac Linux等等的朋友们 iPad Android等等 都说这个体验真的很好 因为96的人同意 那有很多Windows的使用者 就自己去改他的浏览器的user agent 因为他其实想要这个体验啊 那anyway 那然后再隔一年 那这个软体就是2019年 就变成大家都可以用 变成正式新版商务的保学软体 那他就有98%的朋友们都觉得很开心 那这个数字其实是很难想象的 就是一个政府的digital service 怎么可能有这么高的支持率 那我后来想说其中一个理由 就是说有至少5000个人觉得说 我在这里面尽了一份心理 我至少有一张便利贴的贡献 是从我当年那个自曝多那三个字来的 所以他的版面材 你看真的字比较清爽一点嘛 对不对 所以就是说所有有留言自曝多 或者类似于自曝多的朋友 都会觉得说这是他的credit which is true 所以他们就会去跟亲朋好友说 这个新的界面真的比较不错啦 你若不习惯的话 我来教教你啊 等等 所以等于是我们会有一批advocate 因为大家是不是会炒的有糖吃吗 而是会炒的进厨房一起炒糖吃 那我觉得这个从就是口部的炒变成口部的炒 我觉得才是inclusion主要的这个意思 那当然就是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可能就没有办法回答到其他的问题 但是这一套软体 因为它也是用API First的方式开发 后来就变成我们口罩使命值的订购的软体 EMAS系统也是同一个系统 后来三倍券的订购系统也是同一个系统 所以可见API over KPL还真的不错 跟他共勉 谢谢大家 各位我们今天非常非常的荣幸 我觉得第一就是你的fun loving attitude 把你这么正面的能量 然后去 face really difficult challenges 我觉得 I think it's a big learning for all of us 那我觉得第二点的话 就是 I think你的 我一直记得那句话说 其实任何的批判 任何的批评都是建设性 If you don't feel that way 可能是我们自己的问题 we haven't figured it out have you seen it from the other angle 所以我觉得非常 appreciate 你 shared the word of wisdom I think it's very helpful to all of us 那我觉得最后一点的话 I think you get a reminder是 Innovation is part of all of us and it's right now it's not the future 其实 part of the innovation 就是把我们现在已知的东西 在去进一步的来说 virally来做推广跟sharing 所以 I've learned so much I wish we had another hour 因为我觉得我们可以 I had an hour 然后再来讲 给你讲 Thank you So it's one of the president 所以这不是Safia 这是我们的brassmith 我们的cheap legal officer 那这本书的话 he talks a lot about 其实作为一个企业跟政府 我们要有一些partnerships 怎样可以一起together figure out issues around data privacy and security等等 所以我希望你享受这本书 好不好 谢谢 谢谢